居住在山澳坑一带的居民 要搭车前往台北通勤 相当不容易 尤其是深溪路 微笑台北社区的居民 至少要步行百公尺 才能够搭车 山澳坑路 假如要搭车的话 必须要到深溪路里面去搭车 走路搭车还不搭紧 但山澳坑美的世界 大香港社区一带的居民 却没有国道客运 可以直接搭乘 经过市议员 林佩祥及江建玉联合争取 总算有好消息 去年底的时候 江建玉江一座 他就主动跟我联络 希望说在信义区的国光客运 可以服务到深澳坑的居民 也就是美的世界 大香港附近的好朋友 他们有通勤的需求 但是因为说车子 没有办法有一个有效的国道公车 直接进去到这个社区里面 去帮他们忙 所以那个时候江建玉江一座 特地邀请我 跟国光一起协调 说能不能有一班公车 在身为1813的支线 来去支援这些通勤好朋友 此外为了解决国道客运 快捷公车 集市公车 停靠的需求 深溪路口 临近大型社区 需要一个停靠站 市议员江建玉 邀请了警察局 交通处等单位 协调增涉 新站的可行性 深溪路这边有 2088 有1813 还有包括我们市公车 都在这边进出 那么这里呢 极需要一个适合的地点来设站 来设立一个站牌 免得要到其他地方去搭车的话 那么对于附近的这个民众来讲 非常的不便 我们希望说 能够公共运输科 能够运用这一块 原来叫做深溪坑路31项的 等于是废弃的路 废弃的国有土地 能够呢 能够拿来作为 闲置空间拿来充分的利用 让我们的居民有一个行的方便的 一个交通 对外交通 有一个方便的一个搭车的地点 我们前面 那边还有一个深溪路的站牌 那右转那边大概250公尺 那边还有一个原窗口站 对 对那你说在这个间距里面 再多增设一个站 这个我把我们的意见 因为期间 这中间还会有所谓的 就像刚刚一座会长说的 2088 然后还有一些空车处 甚至还一些客运业子 它和洗净的路线 对那 据说这些路线 如果说最后如果说 一要调整的话 那相关意见 我会带回去跟长官报告 1813之线 最快预计在7月就会上路 将从深溪路发车 右转进入山澳坑地区 服务富贵社区 美的世界 及大香港社区的通勤族 记者黄绍明 静用报道